2月24日 知名餐饮集团谈载国际太子爷Chris的28岁太 太蔡天凤Abby Troy经传遭人碎尸烹煮惨案 手段残忍恶劣 消息震惊两岸三地 事后 经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调查 况信钱夫一家作案嫌疑最大 已拘捕蔡天凤的私人司机 前夫兄长及钱大伯哥以及前夫父母 据警方通报详亲德西 大致经过如下 谭仔少奶奶蔡天凤 于21日下午乘车从豪宅外出前往大部学校 接与前夫所生的女儿 天黑时分却迟迟未归 谭家随即报警 三天后 重案组在大布隆尾村一间三层村屋内 发现死者的残骸 伸手一处被藏于地下室冰箱内 现场有烹煮工具 结合警情通报及街坊邻居采访 该起案件已脉络清晰 极有可能是前夫一家谋财害命 据港媒报道称 现年28岁的蔡天凤 曾与旷姓前夫有过一段婚姻 两人育有一子一女 离婚后抚养权规男方 2016年初 彼时只有21岁的他 二婚在家谭仔太子爷Chris 婚后又诞下一儿一女 原本就是天之娇女的蔡天凤 父母在内地经商多年 身价过亿 在婚后成为市值数十亿谭仔集团 当家少奶奶的他 成功跻身上流贵族社会 名副其实的名怨 或许是考虑到一双子女缘故 改嫁后的艾比依然有在 金元前夫一家 雇佣前大伯哥当私人司机 还买豪宅公居住 怎料 去年底2022 当蔡天凤 有意将登记在 秦阿斯尔公共名下的 该处房产出售变现 却遭到对方的强烈反对 双方发生激烈的争执 港媒报道称 前夫一家担心建材化水 钱财建水付诸东流 又意外发现 艾比与现任丈夫再婚 却没有领阵登记 故而动了杀鸡谋财害命 本号传出后 众多网民愤愤不平 称豆米恩 生米仇 前夫一家为口被围得 越来越大了 酿成如今的悲剧 此外 蔡天凤的内地社交平台账号 一手度曝光 六天前十九 即逝踪前两天还在更新动态 晒出一则参加 某知名品牌举办的 巴黎时装周活动秀 并开心与粉丝们分享 视频中的她身穿一袭天蓝色薄纱蓝裙 优雅大方从酒店出门 前往活动现场 令人唏嘘的是 锦衣周味道变传来遭人碎尸的噩耗 让一众粉丝们惊讶不已 不舍留言哀悼 还有几位香港IP的网民 分享蔡天凤 昔日出前出力救助流浪动物 以及疫情时 曾捐赠两万个口罩等事迹 从平日里 蔡天凤晒出的日常生活照来看 她是一位心地善良 阳光积极向上的女生 一如个人账号签名所写拥抱生命的每一刻 可就是这么一位热爱生活之人 却遭到凶途的残忍杀害 希望来世一定幸福 图片来源网络 清泉必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